起床铃都响了许久 还在宿舍里赖床的蛋蛋 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国警被子瑟瑟发抖 嘟囔道 哎哟好冷啊 一点也不想起床 要是能带着被子去上课就好了 蛋蛋你怎么又赖床了 小心迟到又要发抄课文 还早呢 不急不急 干脆啊 我抱着你和你的被子 把你整个挪到教室里去得了 还省得你走路 哎好主意 哎吹吹 你要是个袋鼠就好了 直接把我装进口袋 蹦到教室去吧 哎 袋鼠妈妈要是知道啊 你把她的口袋这么用 怕是要给你两全 哎别打脸 不过我也没说错嘛 袋鼠的口袋 不就是装小袋鼠的吗 蛋蛋从被子里探出头 一脸疑惑的看着垂垂 确实没错 但袋鼠口袋 是个神奇的存在 用途可大了 新出生的袋鼠宝宝 只有樱桃的大小 很难自己生存 而摇篮一样的袋鼠口袋 可以为它提供 母乳等营养物质 还有抗菌素等有益物质 帮助袋鼠宝宝 健康成长 哇 袋鼠宝宝们真幸福 都不用自己走路 安安静静 躺在妈妈口袋里就好了 哎 这也是被环境所迫啊 袋鼠们生存在野外 那可有很多危险的野生动物 在它遇到危险的时候 袋鼠妈妈要把小袋鼠 装进口袋里 帮助它们逃跑呢 这个神奇的口袋 还是个小保险箱呢 可是 我见到袋鼠可以跳很高很远啊 袋鼠妈妈跳跃的时候 不会一不小心 把袋鼠宝宝甩出去吗 嘿嘿 别担心 袋鼠妈妈的口袋里 还有肌肉可以控制 就像给宝宝系上了安全带 可以牢牢地保护住袋鼠宝宝 蛋蛋一听到肌肉耳子 咻得一下从床上爬起 打起拳来 袋鼠也有肌肉 我也新炼了肌肉 不知道和袋鼠比试比试 谁更厉害呢 那我看啊 还是袋鼠厉害一些 毕竟嘛 袋鼠可不怕吃到 哎 不对不对不对 要吃到了 哎 别急啊 蛋蛋 拿你新炼的肌肉来发炒可文 肯定很快 文星提示 小朋友们 可不要轻易地掏进袋鼠 袋鼠的拳击技术 可是非常厉害的 他们的前爪短小 袋鼠非常有力 他们通常会用爪子挥向对手 这是他们的主要攻击方式 并且他们还有一招杀手剪 那就是用后腿发力 用前爪猛然向对方击去 千万别小焦了袋鼠的力量 我是你的趣味随身小买颗垂顺 我们下次再见